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今天台股持續在高檔做一個橫盤的震盪 但是尾盤是收黑的 因為今天台積電的壓力比較大 漲電價要漲台積電25% 到底會不會影響台積電的股價跟EPS 還是跌下來就如節目之前說的 每一次下殺都是一次買點 那當然今天大家都在等 等什麼 等盤後籌碼出來 940你到底買了沒有 結果是今天沒有什麼動作 還有1500多億 難道都要集中在最後兩天嗎 這對台股會有什麼效應 那這幾天會不會變成一個空窗期 我到底是要看高高在上的重店 還是去減ETF的成分股 該怎麼做抉擇 今天的來賓會來教大家喔 好 第一位是我們的股市施工 永年老師 永年老師今天有獨家的看法 他說940很可能 就真的要在本週的最後兩天 才會大舉進場 所以這三天到底我手上 有這些想要吃豆腐的股票們 該怎麼處理施工 有獨家的解答之外呢 他還講到台積電幫您算一算 到底漲電價會影響他多少EPS 施工依舊告訴大家 他對台積電充滿信心 另外一隻腳就是鴻海了 鴻海漲上來 已經創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新高喔 但施工要告訴大家了 今天包括鴻海本人跟他的概念股 很有可能會延續展示 而且會是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驚人漲幅 等一下來聽聽看施工怎麼說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題材獵人 漢偉哥 真的很厲害喔 上一次漢偉哥來獨家幫我們講了什麼 機器人概念股 不得了囉 鎖羅門變成鎖掌亭羅門了 每天都在鎖掌亭 還有今天工具機的上癮也發動了 真的叫做神預言 所以題材獵人 今天除了幫大家繼續追蹤機器人 還會提醒大家 題材就是要先想到的 最近莫斯科有恐攻事件了 所以地緣政治風險 又被大家拿到檯面上來看了 台灣的軍工股 事實上很多也是在手訂單 滿滿滿的喔 所以題材獵人 今天也幫大家一併追蹤 軍工股的後世喔 好第三位是我們最風趣幽默的古怪教授 陳彥 陳彥今天重責大任 因為他身上背了兩種價錢 哪兩種價錢呢 第一個叫做降價 因為成熟製程金元蛋糕 算要降價了 所以很多的IC設計股 感覺上要受賄囉 這個是降價受賄 那另外一個價叫做漲價 今天重店三雄都在創歷史新高 華城又跑去漲停板 快要800塊 市店300塊 到底該怎麼看下去 漲這麼高 有沒有擴散效應 有 大家不要忘記喔 台股牌面上有一個族群叫16族群 今天古怪教授獨家幫大家找到很多16的好股票 分享給您喔 好 首先有請施工 施工今天 是 店價漲的效應 對 結果看起來重店族群很開心 對啊 台積店不開心 那當然了 鴻海收平盤 不知道要不要開心 但總之台積雖然是不太開心 也沒有影響太大啦 今天是一個小黑盤 不過不管台積跟鴻海 聽說你都非常看好後事 這是一定要的 雖然說 這次的電價的上漲 對於台積電多少會有些影響 可是我覺得還OK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以大盤的走勢來講 大盤走勢來講的話 你看我們在這邊盤整了兩天了 那今天成交量一下子掉到3000多億 一下少了1000多億 少了1000億去哪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敢動 可是我們這樣子講 我們看技術指標來講的話 就六日的RSI其實還好 它今天也只不過到77這個附近 還在溫帶 那麼 可是呢 週線的六週的RSI跟月線的六個月的RSI 他們都已經進入嚴重的超買區了 像是六週RSI到91了 六個月的RSI到85了 都已經過熱了 那麼現在呢只有靠什麼 就是短線上看起來還有更高點 可是喔 我要講的是應該還有更高點 可是呢 如果兩天之內 接下來兩天之內 他沒有辦法突破這一次的最高點 就是二零二九六 如果沒有辦法突破的話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要靠誰呢 靠台積電跟鴻海 就是靠這兩隻腳 現在呢 大家會比較怕的就是說 因為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公布 它的那個禁止呢 它其實是跌破10塊錢的 所以大家很擔心 可是呢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你看那個 它這個分點 就是重要的分點 其實根本沒有買多少 就買一點點啊 頂多一兩百億 對 這個大 我的估計大概是在15%之內 那今天當然是有看起來有買一些 也是很少 那買的一些的 不是那前十大 對 他買的是怎麼樣 是後面的 隱藏版的 隱藏版的 買零頭股這樣 對 那所以我覺得呢 他真正要買的時候 應該是在最後這兩天 就這個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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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聽起來很刺激 對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現在股價在往下掉 對 對不對 像00939就是中招了 是啊 中招站在高剛上 對 他買在高點嘛 所以他一上掛牌就破發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那這個00940呢 已經看破這一點了 所以我就 到最後兩天 我再買你現在忍不住 要先賣了 對不對 那跌下來 那我在低點來買的時候 到他這個掛牌了以後呢 他比較上漲的機會 就比較大一點了 所以我覺得 已經有這個簽約去買的 這個投資人 不要太緊張了 好 OK 目前是一個耳遇我炸的狀態 對沒錯 那台積電呢 這個遭電擊 這個有一點被那個電擊槍打到 OK 其實沒有 其實我覺得關係不大 為什麼關係不大呢 因為呢 其實他真正的影響 其實大概是多少錢 大概是0.41到0.68 今年來說 今年 明年大概還會再增加 還會再增加 可是呢 跟他的這個 預估的 預估的EPS 譬如說今年 預估的EPS 38塊來比的話 那真的影響是有限的 其實大家看 這個是月線圖 它在這裡呢 出現第一波的漲 然後現在是第三波的上漲 現在第三波上漲 如果運氣好的話 以後還會有個第五波的上漲 那第四波的回檔呢 比較有可能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支撐點 有兩個跳空缺口 一個是在738到752 另外一個是709到711 這兩個大支撐 這是長期的支撐點 那至於說會不會回來這裡 我們不敢講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去年11月開始 外資一共買超了多少 到上禮拜為止 買超67.9萬張 加上68萬張 這個數字真的相當龐大 所以我在懷疑它到底 是不是能夠跌得下去 懷疑是不是會跌 對 那另外呢 鴻海 我們這樣講跌就是買點 之前講台積電跌就是買點 現在變鴻海 對也是一樣 大家可能對鴻海 比較不像對這個台積電 這麼有信心 這麼有愛 對沒錯 因為大家都是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 來決定的嘛 那麼 其實呢 我是認為說 因為鴻海的股價其實真的是 比較便宜一點 以外資來講的話 他們認為它目標價是上看172塊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可是呢 我為什麼說會看200 甚至於到250塊 很簡單 我們用台積電來做例子 對 台積電呢 它現在用去年的EPS來算的話 它目前的本益比是多少倍 24倍 是 那麼我們當然 我們要求說鴻海要跟台積電一樣 看24倍的本益比 可能有一點超過 因為台積電的成長的速度是快的 是的 是的 可是呢 這個鴻海的表現呢 其實這兩年的表現其實是不錯的 也不錯的 那我們就稍微把它降低一點 我們給它20倍好了 因為其實鴻海現在的本益比 按照去年的EPS來算 才14倍而已 一度都跌到11倍附近 對 那個實在是太委屈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給它抓20倍的話 是多少 大概是200塊 大概200塊 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 它現在 我這個是季線圖 就是三個月一根K棒 是 三個月一根K棒的話 你可以看 它從2009年就開始足底了 這波足底足了14年 再四年 它就可以跟王寶川拼了 OK 好 那麼重點在這裡 它足底的過程之中 它是一頭比一頭高 原來的高點是在113 後來是12.5 再後來是134塊半 一頭比一頭高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它這個底部的成型的機會 非常大了 那它如果呢 能夠站穩這條切線的話 那麼下一個關卡 就是挑戰200塊整數關卡 那200塊整數關卡 是從這邊畫切線過來的 再過來一個 左右間的高點的連線 是在切線是在250塊 所以呢 我們是技術面來看的話 它是有機會來的 再加上呢 你看喔 它的所有的大量 都是出現在底部 是 所以它的低點呢 已經換手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觀察 是 我們不敢講說一定會看這麼高 是 可是我覺得可以持續的追蹤下去 應該說施工私底下有說 這一次你覺得很不一樣 對 我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好 可以讓股市經驗50年的 你覺得很不一樣 那真的太不一樣了 對 OK好 我跟大家講說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呢 鴻海它的習慣 尤其它所有的這個小經濟 什麼不管 對 它的子弟兵都是一樣 一盤就是盤個兩三年 是 三四年的都有 然後呢 對 一波就到頂 一波到頂 那要把握呢 可是呢 它通常一波到頂呢 它是這樣子 漲一波之後 它會大整理一段 對 然後再上一波 是 這一次整理都不整理 就一路往上走 是 你覺得它要拉回了對不對 對不起 它只停留了半天 它叫做行進間換手 所以這一次呢 它第一波就已經 現在已經供到了這個 148塊半 這第三波的主身段呢 還沒來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次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也是啦 都看到台股兩萬點了 還不趕快 就是嘛 是不是 OK 好 再過來呢 我們看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的概念股呢 當然最主要還是COAS 我們其實也講過好幾次了 那今天的表現呢 比較厲害的是化工的部分 對 上次還逼問您 還有沒有COAS 三小龍這種好東西 每次來都問一下 對啊 真的掉起來嚴禁拷打 好 好東西在哪裡 對 其實今天的表現比較強的是化工 這一部分 可是化工喔 必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因為它平常的股性太冷了 那它一下子要變得很熱 那比較困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可能要慢慢的加溫 可能要反覆的加溫才有辦法 那麼重點在這裡喔 你可以看 像台積電的這個本益比呢 是24倍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喔 其實呢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概念股裡面呢 他們的本益比 有很多都已經超過30倍了 那本益比是有一點高 那可是還是有一些 它本益比是20倍 或20倍以下的 那注意看喔 這個台積電的這個 三月份三大法人的買賣超 你注意看一下 它的本益比是24倍 這個三大法人是買超的 16倍的這個漢堂呢 三大法人是買超的 漢堂現在很多人頭在燒 我跟你講 對 對 14倍的這個金頂呢 它的三大法人也是在買超 15倍的亞翔也是站在買方的 對不對喔 然後呢20倍的上品 這個至少三大法人沒有賣 所以你可以看 他們還是在看本益比 是 在看本益比 看誰還有空間往上 對沒有錯喔 那所以呢我們要挑一個 金頂 它倒好算台積電設備供應鏈 還是算鴻海概念股 它腳踏兩條船 是不是 現在 所以我一直在講 買股票要買什麼股 渣男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就夠渣 你就會這樣 別啦 人家也整理很久了 本益比也不高 是喔 我就說 洪家軍的習慣就是一盤盤很久 可是他一上來的話 你就不要小看他了 那我們看一下呢 他配息 今年已經決定了 確定了 配息12塊 所以他預估的殖利率 大概是4%左右 還不錯喔 然後呢 他最近呢 他有稍微一點震盪 是因為呢 他3月21到3月26是 這個停券期 那從後天開始 禮拜三開始呢 他又恢復交易了 恢復交易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看 他是漲還是跌 他如果一恢復 恢復正常的時候 他開始往上漲的話 那表示他應該有一波 應該還有一波 好 再過來呢 我們就看這個 COAS的這個 就是呢 鋪車 鐵風龍掃車 對好 那這個上品呢 他是他的化學的工具 那我們看一下 他技術面來講的話 因為他回檔過一次 守住月線之後 現在又上來到這個 五日線之上 然後呢 他這裡 是他的這個波段的最大量 他現在已經收盤價 已經站上這個最大量之上了 表示呢 他在大量在底部呢 他這個籌碼已經做過一次換手了 所以這檔股票 只要不要跌破呢 月線的話 應該還有高點可以值得期待 再過來就是鴻海概念股 鴻海概念股呢 跟台積電概念股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他的本益比幾乎都很低 看到沒有 這個同一個家族的 長相一樣 對 長相都一樣 除了MX 他這個本益比呢 是到五日線 最近也長很兇啊 對可是這支股 他漲當然是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呢 他是做這個伺服器 他是整體的 他是一個這個架構 他整個做出來的 所以他以後呢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 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呢我們先看一下 同樣的 你看 本益比越低 他的買超 三大法蘭買超的金額越 張數越大 對不對 OK 所以呢在這邊呢 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不只是鴻海 其實他的這些子弟兵 好像都有點受委屈了 新埔也是最近大家很注目的 對 酒單酒不買之後 投信連賣三天 不知道為什麼 嗯 OK好 其實跟這個 跟這個這些ETF 還是有一些的關係的 好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 以紅準 我們看紅準 紅準現在是最近呢 大家討論的熱度比較高 那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他的單價最低 而且大家會覺得他好像也有 一冷散熱的 對 沒有錯 那然後呢 我們再從技術 才從籌碼面看 看到沒有 過去七個交易士 不包括今天在內 七個交易士 外資呢 毛起來賣 這麼不捧場 賣了3.2萬張 股價不跌 被收走了 對 這個就有點意思了 是 股價真的是沒有跌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股票呢 可以值得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為他現在呢 已經到一個收斂 變成三角形的尖端了 大概在兩天之內呢 就應該要決定 到底要突破 還是要跌破 要表態 對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 仔細的觀察 好 剛剛看到半導體設備 加上紅海供應鏈 各自有高洗衣貼服 最近的重槍股 對 沒錯 我想大家很關心漢堂 能不能稍微小小說明一下 漢堂最近有一點點 關緊閉之後走弱的現象 需不需要擔心 OK 好 那其實漢堂 是這個樣子 因為漢堂被關緊閉 他是禮拜三才放出來 就是明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在這個期間之內 其實00940要進去買這檔股票 就很難買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不要等到 最後兩天再來買 然後開放以後再進來賣 對不對 所以 因為他沒有買 所以呢 他的這個股價呢 因為其他的投信呢 他們之前已經買了很多 現在看覺得情況不妙 所以先賣出來了 那賣下來 反而對00940是有好處的 好 這邊非常謝謝 施工獨家的判斷 謝謝您 廣告回來 我們的題材獵人 漢偉哥 又要來幫我們挖掘新題材了 但是先來複習一下 上次講的機器人 現在檔檔標 哎呀 有的長上去好害怕 有的好像是低檔低位接 剛起來 他幫我們先做追蹤 另外軍工股 為什麼會有下一波 漢偉哥有獨家的說明喔 好 其實今天喔 軍工也有表現 那當然大家會聯想到 可能莫斯科的恐攻 莫斯科感覺上 離台灣比較遠一點點 那兩岸之間 會不會在未來520喔 總統就職典禮 那時候又有一些風吹草動 不是很確定 但漢偉聞到了一些不尋常的味道 今天會來幫大家講軍工股 當然講軍工股之前 先來追蹤一下 最近最夯的機器人概念喔 漢偉上次你講的 化漢啦 上銀啦 索羅門啦 還有廣民 但廣民是長了很高 才有點今天殺尾牌 對 今天創高壓迴啦 但是畢竟這族群 我覺得目前還是 牌面上的熱點所在 先跟大家講這熱點的 所謂賞位期限有多久 好 賞位期限有多久 對 首先我們看到 索羅門為什麼這麼標 就是因為 揮答的黃仁勳在背後 秀了索羅門的mark 真的很威欸 很威啊 就是你不管他有沒有賺錢 只要黃仁勳點名的股票 就真的是飆上天了 對 那我們講說 這就有點類似什麼 為什麼索羅門或機器人概念股 好像到這個禮拜還是非常熱 其實就跟大家看漫威電影一樣 你內容看到最後 你可能一天就忘記了 但那彩蛋可以講個三四天以上 所以我覺得目前就是彩蛋行情 那索羅門當然第一個比較可惜 我們上禮拜二是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講的 所以索羅門那個時候叫做甜甜價 就是甜甜的價格 可是隔天開始就沒有辦法 很好的有介入時間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變成當中的指標 我想說索羅門為什麼這麼強勁 我覺得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它被清典 就是這個當中血統最純的 極限概念股 第二部分再來說 我們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 它是完成了24年的大抵 代表說你有索羅門的是 比虹海還厲害就對了 對這隔代衝了 24年你小孩子剛好可能上完大學畢業 你剛好把索羅門賣掉可以解套 所以這個籌碼我覺得相對是比較乾淨的 第三個我要跟大家講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講 索羅門去年賺了3.11元 對3.11元 那為什麼它能夠漲到六十幾塊 其實我簡單去講 如果以這個相關的索羅門的一個相關AI視覺等等的公司來講 大概平均本益比是25倍 所以你25倍乘以3.1 其實可以到多少 快要80元的一個價格 所以現在你感覺漲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它是慢慢在做一個本益比的重新調整 那為什麼這樣的現象 就是因為現在叫做混水摸魚 我們講機器人來台灣誰被點到了 到底賺多少錢我不知道 銀州比重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只能夠給他 我們同業有多少本益比 我覺得去年賺3塊錢給你25倍 賺起來就80塊 看起來是合理的 但未來可能到下半年 所以你看到這個特斯拉機器人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找 那你到底接到多少的訂單 那個時候我覺得本益比有重新調整的空間 但目前來看問題都不太大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個東西清掉之後 你會發現到 我們講索羅門喔 禮拜二它叫做攻擊量 因為之前這個長線盤整 那今天我覺得叫這個換手量 所以有攻擊量有換手量股價沒有跌 代表我覺得後面都還有空間 那這張股票我覺得就當作所謂的機器人的這個 這個明燈 也就是它未來續漲的話 可能我覺得都對這些機器人股票來講 有些比較的效益 等於是不用硬追它 但它還在漲機器人族群 就可能會蓄熱對不對 對 因為不太好 主要一叫索羅門 已經鎖住 每天鎖住了 門是鎖住的 對 門是鎖住的 你真的打開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太敢做會怕嘛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說 它出大量只要每一天的低點沒有被跌破 你有的都可以出去報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索羅門以外 其實除了索羅門像永章 像華漢 那像這個所謂工具機的族群 甚至說像華金科 對 因為它就是跟索羅門合作做AI視覺的辨識 所以它應該算是索羅門最純的合作夥伴 因為他們合作非常久了 今天它也跟著網上代量供高 但它威脅比較低 那我覺得後續就做一個觀察 那就提到了 你會發現到上個禮拜的這些股票 通通叫做甜年價 對 那今天的索羅門已經 我覺得甜到 大概吃回蛀牙了 太甜了 所以你還要找到一些相關 可能沒有那麼甜的股票 像上次跟大家提到 廣民其實當天最強的股票 華漢也表現不錯 到上銀 到所謂的盤移林群華金科 其實大部分我們上禮拜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現在重點會在於 因為到了禮拜三 台灣工具機器要登場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大家介紹上銀 就是說你那時候買上銀 第一個價格比較甜 第二個這個禮拜 有所謂的工具一展 展展之前我覺得 布局這種股票 其實要輸的機會不太大 那後續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 上銀跟台灣精銳 我覺得後續大家觀察 就是說可能接下來 看一下匯率的表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日元匯率的表現 那機械人乾股 畢竟已經講了大概 快要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所以這時間點 反位期限會不會快過了 就是有一點點 像剛剛提到 有些人已經過熟了 太甜了 那有一些可能 剛剛要轉甜 有些可能就是 酸味啊酸味 還有點酸甜的感覺 酸味啊酸味 對 我覺得 都還是有操作的空間 那我們給大家幾個操作的重點 第一個 如果你看到機械人乾股 像今天廣明 滾亮上工 今天也留了一個 非常長的一個上銀線 對 那這種上銀線出來之後 只要三天到五天 越過這高點 就還有後續的空間 那一般以前 我們技術分析跟我講三天 那現在因為有格衝的關係 我們就給他時間給他五天 比較久的寬鍵期 那只要這個族群 這當中這種滾亮商的股票 維持一個強勢走勢不變的話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輪動的節奏 像華晶科 上禮拜跟大家介紹 他沒有動 今天才出現發動的情況 代表只要指標股在 有些低檔 我覺得有不少的空間 那再來 機械人手備跟工具機的相關股票 我覺得短暗就看 3月27號沾染之前 我覺得如果真的在明天 後天漲太多 大家就不要追了 因為通常這樣的題材 就是展覽當天有利多 可能劍爆也許就會有一些 或了結賣壓 但波動我覺得可以留意到 日元跟台幣 只要日元接下來是一個升值 台幣相對比較區扁 那我覺得整個工具機的毛利率 跟未來訂單能力會做一個增加 那工具我覺得可以留意到另外的族群 因為現在我們講台灣工具 大部分都低檔開始轉強 除了亞德克KY 還有千元股還是非常強以外 但全球工具機的龍頭 是這個瑞典的ABB 它股價從低檔上來到 上個禮拜為止 繼續穿到歷史的新高 代表說其實全球在工具產業 有這樣的一個領頭羊的效應 就是你做AI要看輝達 你做工具機的話 你可以留意到ABB股價 沒有轉弱之前 我覺得台灣相關工具 只要體質不是太差的 會有一些比較的效應 第一個上癮 我們簡單去做個教學 因為上次來跟大家講 這個位置好像禮拜有在這裡 那時候跟大家說 我們去看投信買超成本在這邊 對上去平均成本 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只要一突破 投信會拉高作帳 所以今天投信買了300多張的上癮 所以我覺得就有機會 因為投信的籌碼目前是賺錢的 你要打敗00940成分股 拉高上去 基效我覺得有機會追上 所以有可能在工具機展之後 大家就看投信籌碼 如果繼續買的話 我覺得到季禮之前 有做這樣的機會 那後續的題材是 中國要推動5兆元的自動化產業升級 只要未來看到日元的這個轉升 台幣轉變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轉機性 那上次跟大家提到台灣金融 有跟大家講一個重點是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時候 其實量很小 對 隔天就出了大量 對出大量 但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往下缺口 是因為除息的關係 他除息除了十塊錢 以今天盤中差一點點完全填息 所以我們以剛剛講的三天的 這個大量高點要過 目前這個大量高點在這個位置點 其實如果還原前已經過了 所以代表他很有機會 在接下來工具展之後 他往上走高 我覺得台灣金融 因為他的特點是 他毛利率高達55.34 那機器人純度 我覺得他是相對比較高的 我覺得簡單去類比 你可以把它比作 但可能不是完全的相似 比作伺服器滑軌的窗戶 是 就這種公司很穩健 他未來我覺得 都會發展的空間 那當然你因為量小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不要追高 但你看 如果量縮拉回來 量縮拉回來 就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這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好 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所謂的禮拜六 我們看到俄羅斯 莫斯科的一個音樂廳 遭到恐怖攻擊的事件 其實這死傷人數 我覺得蠻可怕的 那這個事件之後 會讓大家有點擔心 因為去年大家還記得 以色列的音樂節 被恐攻之後 以色列就瘋狂的 做一個全面報復 那以這一次的 這個普丁的談話 他提到 他其實都在點名 除了這個 伊斯蘭國以外 他還點到烏克蘭 一定有問題 美國等等 他其實有點 各處在找一些 帶罪高粱的感覺 兩岸之間 也有一些相關的 一個雜音傳出來 所以建議發現到 台灣的軍工股 表現非常好 那我們簡單去講一下說 假設真的俄物 真的在延長站下去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通膨跟降息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直接相關 所以你看到接下來的 油價天然氣 農糧的價格在漲的話 可能大家對今年的降息 就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變數 那另外供應鏈的一個重新調整 政治版圖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 中國跟美國 接下來川普跟拜登要壓哪一邊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後續的表現 那再來就是說 假設今年大家預期說 有可能川普一上任 俄物就不打了 尾巴也不打了 如果真的不打的話 會有一個原物物料重建的行情 對於鐵工機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留意到 那個時間的一個轉折 那再來就是最直接的 因為大家就是打不完嘛 所以國防預算支出 會讓軍工我覺得有機會 重新起到漲勢 而且接下來是520嘛 對 所以520之前我覺得這個 這個地緣啊風險跟這個兩岸正式之間的議題 應該還對軍工股來講 有一些題材助攻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台灣的國防預算 從3231億到了去年到4400 你看這不是跟我們強認電網 差不多有多少嗎 對而且台灣軍工股的股票 跟這個重電股跟這個電纜電纜的股票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很多啦 所以這些資金一灑下去的話 能夠拿到訂單 我覺得都有一些長線的題材 我們看一下 有哪一些有這個軍工股撿到槍的股票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最近比較夯的是雷虎 因為這個我們準總統去參訪了 所以就有點這個準總統概念股 連續漲了兩天 但他畢竟他的所謂的相關的營收啊 或者道路持股也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我覺得是短線上跌成本來來試之 那再來我們講說比較穩健 可能是在長榮航太 同樣無人期的一個這個國防部的標案 那本身長榮集團其實都還不錯嘛 很多都被鎖定到ETF成分股當中 所以以他的股價位階 跟他這個道路持股比 我覺得是可以留意到長線也許有機會慢慢補漲上來 那再來我們講榮德造船 因為我覺得這檔股票我大概可以講一下 因為大概今年二月以前 我們這節目沒有人講榮德造船 我們唯獨去講榮德造船是因為他有一個榮 玄學概念 對玄學概念 我榮的船人嘛 那我也不知道會長這麼多 但其實他本身其實活力都還不錯 那目前去年營收的狀況跟持股比 我覺得都非常好 但因為畢竟短量真的長得太多了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不要太過於追高 那另外我覺得中光電也可以留意到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中光電智能機器人 他同樣是00929的成分股 又有國防部的標案 所以位階比較偏低 也許我覺得在資金輪動部分 可以留意到他後續的表現 好所以我們看到能夠在現階段 我覺得比較強勢的股票 可以留意到就是說 也許都還有這種甜甜價可以留意的股票 有哪些 第一個我想保勝光學 因為保勝光學 他是國內光學鏡頭廠的大廠 他大概是最老牌的光學鏡頭廠 但主要他做一些立基型的光學鏡頭 做什麼 就是望遠鏡 對 然後一些所謂的可能野外求生的鏡頭 所以他不是做一個消費電子的 所以本身的業務 並沒有擴張得那麼快 但因為近年他已經擴入到所謂的 航太產業跟軍工產業 所以之前去年的軍工股 他已經找過一波 那我覺得目前當然他優勢在哪 位階已經夠低了 所以他現在是占到所有軍人之上 出了量能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一條 這個下彎的叫做季線在81塊 但季線現在扣跌位置在這裡 所以代表他目前股價只要明天再漲 季線往下扣 季線就會轉為上彎 是 就會變成一個助攻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保勝光學來講的話 當然他短線上這個兩天漲上去 可能大家不要追價 但有回到這個今天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缺口附近的話 也許就可以留意了 好 我們看下一檔 就是我覺得在軍工股當中純度是最高的 非常純 對因為他大概營收比重大概有七八成以上 都是接國防部的訂單 所以如果我們剛看到國防預算 從三千多億到四千多億到未來五千多億 我覺得他都是當中其實長線上來看 訂單能力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 那本身做PA公率的放大器 他不是做全新穩帽這種消費電子的 出貨給軍工跟航太產業 主要就是中科院國防部的一些所謂飛彈的訂單 對那因為這些需要高公率的一個PA 而且不能夠採用國外廠商會有這種這個國防上的安全 而且他最近因為也接獲到海外軍工的客戶訂單 聽說以色列那邊的 那因為他這樣的一個所謂相關的公率放大器 也切入到低軌衛星的市場 所以發生題材都還不錯 但股價就是比較委屈啦 你看他長線上來看 大概從去年七月到現在 這樣股票其實你一段時間不看他也還在這裡 但我覺得他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就見高之後就會拉回 所以每次出大量對全球來都不是好事 但你會發現到這邊已經到長線均線往上翻揚的時候 他是連續出量 不是像以前只出一天的量 所以長得也是有點不一樣了 我說應該有資金進來 有不一樣的資金 對所以這邊出大量之後 我覺得就可以留意到 畢竟他已經過去每次大量的高點 所以這邊所有的換手看起來是成功的 所以後續你只要觀察一下 這個大量高點像剛剛提到的 三天有過 五日線上彎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就有機會沿著五日線持續做一個偏多操作 而且去年他的獲利也是在創一個新高的狀態 對啊 因為五點八八配五塊鼓勵 雖然說以他股價五塊鼓勵好像不是非常的高 但他每年都可以配給你不錯的鼓勵 代表你長線保護短線應該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好這邊非常謝謝題材獵人 可能就還會有繼續的擴散效應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下 國際的工具機龍頭大廠的股價都在創新高 台灣有很多很棒的工具機廠商 其實在這個題材之中也值得您做留意 至於軍工也是喔 今年大家很擔心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所以相關的股票 如果去年獲利都有創高的 我想今年再手訂單也都不用太擔心了 好廣告回來 我們的古怪教授陳彥要來上場了 剛剛講了他背負的兩個價格 一個是金元代工的降價 受惠的股票會有哪一些 那重店族群因為受惠漲價 擋擋飛上天了 還有沒有便宜的在手訂單股可以撿呢 難題要交給古怪教授 是 因為你比較古怪 所以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降價的也會漲 漲價的也會漲 這樣子大家是不是就會精神分裂 對 到底降價有利還是漲價有利 而且升息也會漲 降息也會漲 現在世界怎麼這樣 我們先來看IC設計好了 因為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 IC設計遭遇到兩個利空的衝擊 第一個是漲價的效應 因為漲價對IC設計來講本來就不利 所以金元漲價對他是真不利 對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庫存太多的問題 那好不容易消化庫存到一個階段 最近它的一個大利多出來 叫降價的一個效應 為什麼我們在講 最近這個金元代工廠的一個報價 已經開始下滑了 當然下滑的幅度你說不大 1到3或4到6 可是已經開始 通常是這樣 漲價的循環一旦開始 它就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降價循環一旦開始 就有可能今年我們可能會看到幾次的一個調降 也許現在一次 也許到下半年又會再一次 甚至明年都還有一次降價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其實是成熟製程 目前市場的整個需求 沒有像過去這麼好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驅動IC 電源管理IC 這些比較偏向於成熟製程這一塊的 股價開始有一些動起來 對IC設計是不是真的利多 我認為是 我真的認為是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特別去注意一下 就是中國政府現在不是禁止使用 就是Intel跟AMD的這個晶片 對不對 那對台廠來講有沒有利 肯定是有利的 所以你看喔 經歷科跟威盛 哇不得了 今天這兩個議題就先把他們股價帶起來 因為畢竟中國政府禁用的這個部分 對他們是有利的 可是很奇怪就是說 IC設計的部分 這兩個是這個嘛 IC設計部分有的很強 你看翔碩群聯有上來 對 可是你看像連永天宇 好像沒有那麼好 驅動 對 那等於我覺得就整體來講 我真的覺得是利多 但是你要慢慢的讓市場去消化 我們先來談一下 因為剛才威盛 你講受惠對不對 對 直接就衝上 他說怎麼到這邊沒報價 有了在這 這掌停板 掌停板一個點點 太小了 那我跟各位講 這兩天應該還會衝 因為柏澳論壇的關係 柏澳論壇 我認為還是會衝 而且畢竟這一段修正的過程中 各位注意看沒有什麼量 是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是 而且我大膽的 大膽的預判 是 可能明天又上去了 因為柏澳論壇 加上這個中美科技戰的利多 中美科技戰的利多 好 但是上去以後 坦白講你也買不到 又鎖住了 又是一個鎖羅門的感覺 可是他又 他又會剛好靠近這個 這個整理區 是 可是我要坦白再講 還是量 這裡有一點點 可是真正的 比較嚴重是在這 所以比較有可能是 你追到的位置在這 那怎麼辦 然後就下來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股票變成 你想追追不到 追到的時候 啊 出道級巔峰啊 我就最怕的是 這麼難纏 我覺得難纏 所以我建議各位 這個用看的就好 好 又用看的了 好 那另外呢 像普瑞 你看喔 最近開始有一些小反彈 可是實際上 我都比較擔心的是這種 連續黑K 而且出量 而且你看在這段時間 外資其實也是在到 所以即便像這種 有均線反壓的 我真的覺得 還是避避 可是這樣講完 我們這一段 大家會說那我看這段幹嘛 我們只能看的 只能避的 對不對 話不是這麼講 我們後面當然 還是要給大家好康的 實際上我覺得 IC設計族群裡面 我覺得兩個利多 你一定要去注意 第一個我剛才講 庫存的調整 記憶體的庫存調整 很漂亮 而且你知道 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每天都在看 全年的新聞 利多新聞 利多新聞 然後我就對股價 不漲不漲不漲 你的意思是 我想說你到底要 撐到什麼時候 利多不漲 可是實際上你去看喔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段 跟這一段 就一直對新聞沒漲 對新聞沒漲 可是你看喔 它的線型很漂亮 慢慢墊高的 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這種 其實這種股票 做起來其實很舒服 你不會一下子 就急進風 突然衝上去 又下來 它就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這樣讓大家有機會上車 那我剛才講 庫存已經調整到 非常安全的水位之外 剛才講 這個IC設計降價 對不對 就是晶圓代工降價 對它有沒有利 有利 兩大利多 所以股價都已經推上來 那像這種股票 其實很好操作耶 我覺得說兩種嘛 第一個 如果它剛好在前高 你看它這個K棒 就在這邊整理 對不對 壓回到附近你就接啊 對不對 你就接 而且連停損都很好設定 因為這邊剛好一個缺口 大概就在625這附近 我連我進場好進場 停損好設定 這種股票好做 那另外你說像原相 這個不是大腸黑 對 這個稍微難做一點 可是我要講 剛才我們的這個題材達人很厲害 題材獵人 題材獵人 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機器人 我就想說 我也要搭一下他的題材 對不對 其實原相 因為現在的機器人 有機器人題材嗎 我跟你講現在的機器人 跟以前不一樣 對 以前的機器人是不用 沒有眼睛 可是現在的機器人 是有眼睛的 要感測的 要感測 他要推我去公園 曬太陽的時候 他要任路 他要感測 是 那這個就是做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還在觀察一下 因為趙寶你剛才講的提醒 我們非常好 就這個連續黑K這個部分 但是我還是講一句 沒有什麼量 下來的時候沒有太大量 他並不是說一直框 所以當然你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我們做圖的時候 他跑到那邊去 我們沒看到了 是 就有機會 可是就兩個來講 我覺得這個右邊的原相 你可以順著題材 再觀察一下 那可是馬上可以入手的 像群聯 所以我覺得在操作上 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是 好 那現在就要回來這個重店 他不得了 這到底怎麼辦 電價的提材 四月平均漲價11% 有的少一點 有的多一點 漲起來這個很可怕 好 甚至我大家就在講說 華城華城知道 我還跑去新店山上看 看什麼東西 不是 你是去幸運區嗎 我是跑去新店 看什麼東西 華城不是這個華城 不是啊 弄錯了 弄錯了 可是你看他的股價真的很旱 你看去年漲577 577% 對 去年漲幅第一名 幾乎快我們講六倍 對 那今年漲140% 也是差不多15倍 1.5 1.5 1.5 對不對 那你看今天收盤785 對 還是強悍所漲 可是問題是他觀景幣 你觀景幣你還這麼兇悍 對 你都不檢討嗎 可是這裡的觀景幣 其實跟大家想像不一樣 他只是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 然後這個玉角這個券款 對不對 這樣還能漲停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可是很多人就開始去思考說 有沒有接棒的 大哥被關了 我們都要找二哥出來扛 對不對 那二哥是誰 四店 300塊 真的厲害 而且你看他的上漲的路徑 完全不像大哥還會休息 對不對 還要坐下來喘口氣 他不用 真的二哥就是二哥 當然你看 美國的這個變壓器的題材 確實讓他還有機會 而且你注意看 在這種強漲的過程中 我們看法人 他會開始保守 對不對 會開始說 維持這個看好 但是我們目標價不變了 他還往上調 322 現在流行道歉 對 被漲道道歉 對所以也帶動了整個我們看到的重電相關的電線電纜族群 對 也開始攻上來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機會 我帶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坦白講華晨在山上 是 不是真的在山上 是真的在山上 原來是因為這原因 你點醒我們了 所以我前面的哏 有時候我後面是要去call back 我從周線圖來看 周線圖來看 從年初這樣一路上來 坦白講 你如果直接抓 其實十幾倍 對 坦白講你說不高嗎 好這第一個 那我們高不能用價格 我們要用合理的評估方式 那我用本益比 好 七八十倍 那這個還是高啊 未來你必須要有這麼強大的一個成長力道 不然大家再追加意願會比較低 好 乖禮年限乖禮 也就是說我一年我已經賺這麼多了 坦白講我想下車 那你還在開 司機我按鈴按鈴按很久了 他說我還沒到站 還在山上 沒關係啊 可是我認為說空手的人 你不要追了 但是我持有者我也不要輕易下車 我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出場訊號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 你看喔 日K只要出量破三日D 最近我們在看他的日線圖 如果要破三日D 大概五到十趴的壓回 這個時候我覺得短線上 確實應該跑一趟 如果又配合有出量的話 所以不管是華城也好 不管是市電也好 我覺得這個可以拿來當一個出場訊號 那空手者不敢追嗎 你一直看他你心情也不好 那與其這樣我們不如轉看 這也是一個長線的題材 我認為漲價重電絕對是一個長線的議題 他不是短線的議題 那我可以往這兩個族群去看嗎 一個電源管理 一個電線電 你不要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人家都結婚了生小孩了 小孩念大學 你還說當年如果我認真一點 我就追到他 這個事情不要講 不要想 我們去換一個角度 去追別人 還是單身的對不對 當然你去看這個比價效應 華城本益比接近80 中芯店為什麼還能夠一直漲上去 因為他本益比現在還不到60倍 所以我覺得看華城 中芯店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就重電這個族群 我講不斷電 電源管理這一塊 你注意去看 趙華其實本益比都不高 很多人說台達電本益比20幾 可是他以前都三四十倍 對他以前很高 都三四十倍 那你看碩天 這些本益比其實都還不夠 還沒有達到一個我們會害怕的地步 那另外在電線電 哇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其實很認真的去把這些股票 看了一下 發現第一個三綠三升 第一本益比 人家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人家是三綠三升 是 毛利利盈利率獲利都在上升 他有什麼不滿意的 那會不會因為我們習慣人 若他久了 他已經慢慢變成工具人 隱形人了 大人哥有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出頭 我覺得有機會 那當然很多人說 那申保跟這有什麼關係 那不是電器 搞不好大家會開始想要去換一些節能的 這個可以看 當然在這裡面當中 我們特別去看你看 本益比18倍 你看華龍11倍 天啊這些 反而真的大家有冷靜去看 華星以前講電纜都去衝華星 可是27倍想一想冷靜一點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這個碩天 好不斷電系 我好喜歡這種這種線型 整理好久 整理很久 哇跟這個鴻海好像 他沒有14年吧 哎呀沒有那麼久 那麼久 太可怕了 但你就去看喔 獨家的這個UPS 專利的節能技術 我跟你講 如果電價上漲會形成長期的趨勢的話 你抗拒不了怎麼辦 打不贏他就加入他 那我怎麼加入他 我去節能吧 我想辦法節能 所以未來溯天這一類的 會被大家看中 因為以前誰在管節能啊 對不對 誰在管現在會喔 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去注意 我跟大家講 那當然你說這種股票好做嗎 平盤整理 220這附近就是他的支撐區啊 壓回你就買啊 而且停損也好設啊 重股票好操作 而且你說以前大量區那個300塊 對還很遠 還很遠啊 爸爸還沒回來啦 好 那你看我剛才講這個合績 好16族群 好實際上喔 這裡大概要注意就這個地方 對 這個量比較大 有活潑過 可是你看最近喔 這個大戶又回來了 對 表示他又想要重新再做一次 是 但我講真的喔 這個基本面喔 如果以去年獲利兩塊錢 兩塊 你知道他的營收是44.83嗎 目前在手已經確定的訂單50億 所以今年我就講2024 是不是確保一定有兩塊 對 那在手訂單不會有新訂單進來嗎 我從他的營收成長是多少 你知道嗎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喔 所以有沒有可能今年直接就賺三塊 那如果用三塊去賺 哇那這本一筆 還有更低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衝這裡 大家會覺得是衝了你 可是我想講的是 實際上 他用了很長的時間 在降低他的持股成本 所以實際上他已經沒有壓力 我講坦白 已經沒有壓力了 這個 那當然這個線圖 如果你看了覺得比較不舒服 來 你看這個 奇怪 大家都是五十億訂單喔 都是台電強任電網 所以 以本益比來講 他反而相對偏低 那這個就現行來講 也看了比較舒服 本益比也偏低 我要跟大家講 現在在股市這麼高的一個位階 你要找到三綠三升 對 本益比又偏低 是 產業的熱度還在 還在 然後又有千張大 這個是四百張 四百張大戶 但是我們就講大戶 大戶增加 還在持續增加 不容易 那你只要看領頭羊 你如果這個華城也好 市電也好 他不一定要一直漲 只要他不急跌 其實這些股票 就還有操作的空間 好這邊要請教陳彥 因為之前 這個重電三雄在漲的時候 大家也會去看這種一五一六 他們就是很溫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對他持續有信心 對不對 就是獲利在他們身上 三綠三升又第一本一筆 對 中一天應該會等到的 我覺得是一種習慣性問題 因為這些股票 確實不是過去 我們習慣操作 但是你看 今年這一兩年來 很多的習慣都改變了 對 連鴻海都可以每天漲成這樣子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去 看待這些事情 不用太過擔心 好不要太過擔心 兩萬點了 連鴻海都要飛了 他們也應該要補漲了 非常謝謝谷外教授 陳彥 陳彥非常有邏輯 也非常仔細的告訴大家 有時候你聽到漲價會漲 疊價也會漲 你會有點混亂 但是我們回歸到投資的本質 就是這件事情 到底對你手上的股票 算不算是一個利多 晶圓代工在降價 那當然對IC設計 就是一個利多 那電價在漲 那對節能系統 還有這些重電族群 也都是利多 更重要的是 陳彥提醒大家了 你不要以為 只有重電三雄在接訂單 很多電線店 藍股也查得到 他們的在手訂單 不斷的往上電 本益比才十幾倍 又三綠三升 你會覺得太久沒有漲 事實上他就是所謂的甜甜價 在等著大家發現他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來到現場 禮拜一今天題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有時候 還是要回去看一下 你手上持股的基本面 跟題材的狀況 不要拘泥在吃豆腐 這樣子我們投資的路 才會走的比較長遠 那也希望今天理財答案秀 對你投資有幫助 明天再會了 拜拜